有的朋友可能也知道啊 这两个孩子的名字还特别的好玩啊 这上次来的时候其实还没有闺女了 对不对 对对对 没错 光介绍那儿子的名字了 我们来看看闺女的近战 对 这是闺女啊 笑那么开心啊 所以我说这个网友的智慧啊 是无穷的 因为我先生呢是姓姬 我姓官 这个姓挺少的 比较少 然后呢 姬 机关枪是儿子 后来有二胎以后 人家就说要是儿子 你就叫机关炮 我说这家得火药味多懂 后来说那就是女孩叫机关花 我觉得还挺好听 有一天才逗呢 我去送他们 去参加一个滑冰客 然后家长不都在那个地方 坐着等着吗 我就听旁边俩家长说 哎呦 刚才我看见关联了 也不知道他们家孩子户口本上 是不是叫机关枪 也不知道怎么想 机关枪 然后我就坐在旁边 特别逗 不是 真的是户口本 没有没有没有 户口本还有名字 还有名字 我一想这个倒还好 还没出道就有一名了 对对对 而且这小名特别响亮 我知道关灵的女儿的小名 那就更亲切了 没错 叫圆圆 是因为你当年演了 《我爱我家》里的圆圆 是 因为当时正好看电视 就晚上其实就休息的时候 啪啪啪一看电视 就正好在播《我爱我家》 里边不就是大家都叫圆圆圆圆 后来就想如果要是有女儿的话 叫圆圆感觉非常有含义 另外就是老二感觉也是圆圆满满的这个意思 后来如愿了她就叫圆圆 有时候我就在想突然喊圆圆会不会母女一块回头 你看这一聊现在就已经出现两代圆圆了 对 你看这张 这真漂亮 有点抖来捏的感觉 所以这一张我觉得还是他们比较听我的 就是说来每个人都跟我说个悄悄话 然后每个人都跟我说一个悄悄话 还听 而且就是相信 相信爸爸妈妈说的 现在孩子太聪明了 再长大就不听了 比如有时候跟我女儿说 走吧 咱们现在赶紧走 咱们要去干嘛干嘛 肯定不是这样的 她都知道你 就已经知道你这套路了 对对对 说明你平时也没少蒙孩子 然后接下来我看那张照片 我真的乐了 怎么乐了 我觉得你看看 你看看你也得乐 这还真有意思 这明明是我爱我家的景啊 这真成圆圆了 对啊 怎么你女儿圆圆站在了 这是屁进去的还是 不是 你看这个也是特别有缘分的一件事情啊 就是一个杂志啊 说要拍一个我爱我家的这么一个主题的一个怀旧片 他选择的是这样一个叫轰趴馆 这个轰趴馆 一进去 就一模一样 连那个书 那个录音机 还有老季福利志在千里 这几个字都一模一样 这是轰趴馆 轰趴馆 这主人一定是我爱我家鞋馆 我告诉你 惊讶到什么程度 这不是客厅吗 他连后边观众座椅都坐了 这一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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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座椅 就完全复制了我爱我家的摄影棚 就稍微小一点 我进去都 就是那种 然后那个 人家那个拍摄方 就准备了录音 啪就起来了 爱是一个长久的门 哇一进去 就瞬间就很暖了 那天还特别巧啊 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 幼儿园什么都没开学 我妈妈那天身体不是很舒服 我说那我就别把它送到姥姥姥家 干脆跟着我一块去拍摄去得了 所以他就很巧 远远就得以 在这个我爱我家的这个布景当中 照了一张相 27年 27年啊 这么一个时间 真的是让人感慨 嗯 我爱我家这个戏 可能像这样的粉丝还特别的多 我有一个小号 我有一个微信的小号 潜入到了我爱我家全球影迷会当中 太好玩了 就首先啊 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啊 都是我爱我家里一个人的名字 或者是一个物件 比如说这个 我们这会长就叫凉油锅 凉油锅是郭东霖 扮演的那个炸油条的那个人 说爱小张啊 我爱你爱到 把手伸到油锅里都没的感觉 说哟 那不得烫残废了 凉油锅 嗯 就是五百人大群啊 都满了 然后在里边 他们每天就用 属于我们自己的暗语在交流 就全是加迷才能听懂 里边好多暗语 你在里头跟他们互动吗 我有的时候那个 就觉得他们说的特逗 而且我也会背台词 他们有时候PK背台词什么的 我也在底下背 嗯 他们不知道我是谁 嘿你看 哈哈哈哈